現在是2024年9月26日下午5點15分左右 你看看台南永康區傍晚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陽光斜照的很強 你看這個陽光這樣 然後大家有聽到那個垃圾車的聲音 垃圾車差不多這個時候來 大家知道嗎 今天我很少收到掛號信 今天郵差來了一次就來三張掛號信 然後我打開門要去拿掛號信 我就還沒有看到掛號信的時候 我說該不會是交通罰單吧 然後那位郵差說什麼呢 他說三張都是耶 哇差點昏倒 我姐姐又來了 又送給我交通罰單 就我說人啊一時的慈悲啊 一時一時的慈悲換來日後無窮無盡的煩惱 當時當時因為同情姐姐 所以就幫她買了 幫姐姐買了一輛機車啊 用我的名字啊 用我的名字買的機車 沒想到後來交通罰單都寄來我這邊啊 慈悲啊 三張罰單一張六百元 都是那個紅線圍艇啊 紅線圍艇連續三天都停在同一個地點 然後就被開花單 慈悲的代價 說到這個慈悲啊 紅衣法師 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一位民國 二次世界大戰時候 民國很有名的和尚 這一首歌 大家應該都很愛聽啊 唱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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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 挑三外清可情 歌詞我忘了啦 這個就是 弘一法師填詞的 宋別啊 很有名啊 但是 弘一法師 的爭議其實相當多啊 我說 中日八年抗戰可能跟他有關 因為他拋棄了自己的日本妻子 弘一法師還沒有梯度 為和尚的時候呢 曾經 去日本游學 然後 娶了一位 日本女孩叫學子 那後來 不曉得什麼緣故啊 他就 從日本匆匆的 回回到中國 回到中國以後因為他 學的東西都是 西洋 西洋的 這些繪畫技術啊 所以他就在大學 各大大學教書 成為一位很有名的 藝術大師啊 李俗瞳啊 後來他 他的作品拍賣 都是 都是很值錢的啊 像他 寫了兩個字 放下 放下你知道 拍賣了多少 拍賣了 480萬 480萬應該是當時 中華民國的法幣 當時中華民國的法幣 也是很值錢的 480萬 580萬 應該是美金吧 假如是美金的話那就不得了了 兩才兩個字而已喔 這樣大家有看到有沒有看到我的影子 西洋西下可以看到我的影子 這個 我的影子 看到沒有 然後這個 李俗瞳啊 他討回中國以後 他討回中國以後 成為一位名人啊 他討回中國以後 他後來竟然 想要出家 然後那個什麼一個姓夏的文學家 夏至青啊 有一天看到他 在廟裡面那邊 還沒有 還沒有踢 還沒有踢法 為生啊 就是 躲在廟裡面啊 那個 夏 夏至青就跟他說 啊你老是躲在這個廟裡面 你乾脆出家好了啦 結果 就這一句話 下次 下次 夏至青是當時很有名的文學家 他這樣講呢 欸這個 從日本討回中國的 宏依法斯啊 李俗瞳啊 欸就真的 就真的出家了啦 他出家的時候是7 民國幾年 我忘記了 7月 7月13日啊 7月13日真的很特殊 馬英九的生日啊 還有就是7月13日也是 好像是那個 川普 被搶起的日子嘛 然後 他就真的出家當而上 然後他就把 他所有的 作品 都送給朋友 或者是送給那個學校 他的作品後來 拿到他作品的這些朋友啦 學校啦 有人把他的後來有人把他的作品 拿出來拍賣 都是好幾千萬 好幾千萬 不知道是 美元還是台幣 應該是台幣啦 那 但是他的 他的老婆什麼也沒得到 然後他偷偷從日本跑回來 他老婆就追 從日本 追來中國 結果 千辛萬苦 沒想到李書瞳 出家當和尚 他躲在哪裡呢 躲在中國的南部啦 躲在福建 躲在福建當和尚 然後 他老婆 一直去敲 那個 那間廟 不知道叫什麼 忘記了 一直敲那間廟 然後 裡面的人都跟他說 我們這邊沒有一位叫李書瞳的人 請回 師族請回 然後這個學子呢 很傷心 還 還這個不忍 還不願意走啊 最後李書瞳 還是出來跟他見面 就 約在一家餐廳 吃的簡單的 樹 樹 樹飯啦 栽飯 然後 就把自己的手錶 李書瞳 把自己的手錶拿下來說 這支手錶送給你 然後 你趕快回日本吧 然後 這個時候學子突然間問 什麼叫做慈悲啦 喔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人啊 喔 這慈悲心啊真的是 有時候會害害了自己 喔就問 什麼叫做慈悲啦 喔那李書瞳說 慈悲就是愛世人啊 就是愛人 愛世人 然後 學子就說 你愛世人 你愛 普羅大眾 但你為什麼 獨獨對我這麼殘忍 然後這個 李書瞳 竟然沒辦法回答 他這樣丟下學子跟兒子 他 他兒子跟老婆在日本 過得很辛苦啊 千里迢迢 好不容易找到他 結果他還是一樣 就是不回來 就說什麼慈悲 但是慈悲是對別人慈悲 就獨獨不對 他的老婆跟兒子 慈悲 喔所以學子 很不諒解啊 就 回到日本了 過了 過了好幾年之後呢 日本發動清華戰爭啊 一個日本兵 手上戴著一支 名錶啊 戴著一支名錶 據說啦 那支名錶是李書瞳的 這個日本兵呢 隨著日本軍 攻入南京 那攻攻入那個 福建啊 一直要找 一直要找一位和尚 終於找到了 問這位和尚 什麼叫慈悲 和尚說 愛世人 什麼叫放下 就是放下 所有人間的 執念 這個日本兵聽完了 手錶拔起來 往地上 幹 你把開了 然後 一直打 一直打 那槍 槍頭拿起來 把這個 和尚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 打到這個和尚重傷昏倒 後來沒多久這位和尚就死了 然後 我還記得 日本 侵略中國時候南京大屠殺 不只南京大屠殺 到處都有在屠殺 其中有一張照片就是 有一位和尚 被日本兵 用那個 指著太陽穴 和尚 你要知道日本是佛教國家 但是 日本是佛教國家 但是對中國的和尚 完全 完全 完全不手軟 這位被打的 被這個日本年輕士兵毆打的這個 和尚 你們想也應該知道是誰 去 正正 沒多久就死了 放下 你要放下 說得好啊 要慈悲啊 我想這個 應該給賴總統 給蔡英文 一個啟發 你出家人 你講慈悲 最後是怎樣 日本 你要慈悲不是 不是 對別人慈悲 你要先從對自己的家人慈悲 不然你就會 所帶來的災難 不是只有個人 甚至連整個國家都會 都會帶來災難 這個學子回去啊 一定是怎樣 跟兒子怎麼說 兒子 你一定要為 為我們報仇 將來 你要去從軍 你要當 你要當軍人 你要當一位軍官 好好 踏平中國 就是這樣啊 所以你 我個人覺得啦 李淑彤他可能是 他在日本遊學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 日本準備要侵略中國了 而且他知道 中國根本無法抵擋 所以他怎樣 他想說 要怎樣才能躲過這一節 就是去當和尚 他想說日本人 日本人是佛教國家 絕對會對佛教 會對和尚很客氣 沒想到 結果根本不是他想的這樣 好吧 話說回來 這個 好吧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了 謝謝收看 謝謝收看